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日 星期六 我是永恩 節目開始提提大家 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外 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另外報導真相針邊示弊 需要勇氣更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記得like、share、subscribe 多點留言和按下個super thanks 沙中線工程2018年被揭發剪鋼筋 存在工程質量問題 結果總承建商僅僅被輕判罰款4萬 因發輿論蛙言 而當初同為吹哨者的中科輕易潘卓鴻 以及立法會議員田北辰 事後分別接受訪問 怎知港府新聞稿鬼拍喉尾症說多錯多 因發網民熱議 日前政府發新聞稿指 有個別人士就沙中線工程質量事件接受採訪 在毫無根據下無滅政府 還不點名批評潘卓鴻 完全是無中生有和不負責任 另外政府新聞稿還不點名提到有言論指 政府可能不再跟進沙中線工程質量事件 表示這種說法居心叵測 無事實根據 不過提出這個質疑的是田北辰 咦 港府轉寫醒 一時同仁 連田北辰都撈 非也 第二日明報就引述官府中人稱 這篇新聞稿原本只是想針對潘卓鴻 估計田北辰只是不中父居 但寫新聞稿的人可能學了中共外交部的做法 copy and paste 結果不為意的將田北辰的話當作是潘卓鴻說的 結果用詞過重令田北辰不中父居 明報又稱得息時候又高官親自向田北辰解釋 表明政府不滿的是潘卓鴻而非針對田兒肖本人 並於田北辰達成諒解 事件印發網民熱議 有網民表示 本來中科要吃死貓 怎知衙門自己陣腳大亂 真是鬼拍後尾枕 越說越錯 也有網民反問 即是田和潘說同一番言論是有不同後果 真是要感謝官員親身延伸示範 什麼叫對人不對事 農權不農政 也有網民一針見血指出 揭發工程舞弊是居心叵測 針對哪一方都是問題 不如面對事實真正的問題核心 才是真正和幻之恥 本末倒置的根源 就在中美關係持續緊張之際 紫荊黨代表團突然前往美國訪問 成為廣關法後首個外訪的香港政黨 又分析指 很明顯紫荊黨在替中共遊說 試圖緩解中美關係 以挽救中國經濟 換言之紫荊黨扮演了中共民間外交官的角色 紫荊黨代表團本月20日抵達美國華盛頓特區 幾天內先後訪問了美國國務院 美國國會和美國智庫 紫荊黨表示 代表團向美國國務院港澳事務部門介紹了香港國安法 及修改選舉制度後的真實情況 所謂真實情況不過是替國安法護航 稱該法例恢復了香港的社會秩序 改善了營商環境等等 總結三國訪問行程自經黨方面 有意推動香港與美國的民間交流 代表團反覆向美國方面強調的不外乎三點 一 中美雙方需要保持友好關係 包括高層對話和民間交流 二 中國不會挑戰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 而美國則不可干涉中國內政 在香港、台灣等問題上 不要緊緊雙逼 三 中美之間應保持經濟和貿易往來 反對中美經濟、金融和科技脫鉤 不僅不能脫鉤 還要在經濟、金融、貿易、科技等方面深發合作 為此紫荊黨願意成為中國、美國、香港、美國的橋樑 又分析對看中國指 習近平曾經表示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成為幫助中國大陸連接世界的橋樑 看來紫荊黨的確是響應主席口號 這次紫荊黨逢止去美國遊說 應該是試圖緩解中美關係 而挽救中國經濟 分析說美國是世界強國 整個西方社會的老大 被美國孤立等於被全世界孤立 加上中國經濟正在走下坡路 人口紅離消失 習近平自己主張的內循環及雙循環根本行不通 經濟差、百姓生存都成問題 自然就會揭桿而起 中共政府又財困 如果沒有能力對大規模抗爭持續鎮壓 政權就會跨台 說他目前當局已經看到這一步 因此向美國示好 分析認為值得關注的是 這次中共沒有派出本港建制派政黨扶美 而是派出一個2020年成立 由財金界港票牽頭成立的紫荊黨 反映該黨與北京非常密切 也反映北京不再信任建制派 7日是港人夢難日 中共開心日 當局一邊風怒加大警力巡邏 神防市民示威 另一邊大搞慶祝活動 粉飾太平 為了籠落香港民心 當局派大陸一線明星 肖戰及黃一博來港擔任表演嘉賓 由於特區政府未有做出相應的宣傳 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發文點名批評康民署 代博了大明星 一眾香港網民看完消息後留言問 呼!聽都沒聽過 7月1日香港灣仔匯子外舉行的升旗儀式 警方在周邊風怒禁止車輛通過 設置大批水馬 派警員在場把手及在附近天橋巡邏 同時警方也派出裝甲車 劍此虎四處巡邏 現況市民集會示威的同時 當局也不忘舉辦大應慶祝活動粉飾太平 葉劉淑儀在Facebook表示 大陸一線男星肖戰及黃一博 29日來港出席音樂晚會並擔任表演嘉賓 他批評如此巨星來港演出 為何未見康民署大肆宣傳 並稱巨星來港演出 不論在娛樂或政治層面 均非常值得討論 娛樂方面 葉劉表示 宵戰抵抗一刻會否產生轟動效應 包括大型接機活動 政治方面 葉劉稱 中央動員兩位當紅男星來港 可見國家非常重視及關愛香港 令慶祝回歸活動生息不少 他認為大陸明星代表中國的軟實力 中央充分明白 如何利用明星來凸顯軟實力 以娛樂形式推銷國家強大 現代及創新的一面 葉劉族指今次中央派來兩位新一代年輕紅星 是希望吸引即收賣 統戰香港年輕人 而其他表演嘉賓也是當紅明星 整場晚會聲光熠熠 可見中央對晚會的重視程度 不過上述消息被報導後 大部分網民的反應是 呼 完全不認識 聽都沒聽過 不過都不想知道 香港人真是不認識這些所謂的大陸一線明星 還有網民感嘆 大陸明星真是紅不過羅湖 深圳荷爾南沒有人認識他們 叫他們去深圳工人體育館唱啦 至於為何康民處沒有大肆宣傳 網民回應葉劉說 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28日在九龍清真寺舉辦了一場 香港穆斯林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6週年升國旗儀式 主辦方強調活動出於自願 並非收到政府指示 引發網絡熱議 星期內由穆斯林學生擔任其手 並用普通話發出指令 譽 向左轉 向右轉 起步走 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 當日特意帶上頭巾出席官禮 她大讚暴躁過程不但反映學生的努力 亦顯示回歸20多年的愛國教育成果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兩名以安全為由不願具名的會教徒直言 在青真寺星掛國旗好躺突 且令他們反感 值得一提去年香港回歸25週年前夕 息息元特意在黃大仙池建造星期台 並舉辦了香港首個在宗教道場舉行的星期禮 對於宗教團體自願舉辦愛國活動 蒙文哲建真是很荒謬 很癡善 不知所謂 另有人諷刺 還哪有說自發不自發 不自發就拘捕 什麼時候掛了維尼蒂和她的比卡超在廟裡 好了 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星期見 中文字幕 李宗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